我是古早女嫔重生文理 设定超爱女主爱到无法自拔的深情男二 上一世我爱女主入股 在她被绑架后毅然决然跑去救她 我们双双被炸死了 女主重生归来想起我的好凡然醒悟 想和我这一世好好在一起 可她没想到的是重生后的我脱离了小说的控制 不再是那个挥之急来的舔狗了 我刚缓缓睁开眼 就瞧见了一个人隐风风火火地冲我跑过来 紧接着就接接是实地扑进我的怀中 我胸腔被撞得闷闷的 再看清楚来人我的两边脸颊瞬间感觉有些发麻 来人居然是乔依依 是这个曾经我爱到了骨子里的人 可印象里她从来都对我都是很没冷对的 她怎么可能会抱住我呢 我分明记得我在不久前 接到了她被绑架在一个废弃仓库的电话 然后我也不管不顾地开着车拿着一箱的赎金 风风火火地跑去救她 可没想到那居然是一个圈套 我不仅没有救下乔依依 还和她一起被活活炸死在了那个废弃仓库 可是按照我的记忆 我现在不是应该已经死了吗 可是我和乔依依不仅没有受一点伤 而且还身处在我别墅的房间里 而房间里的装饰正好是相当喜庆的红色 这一幕似曾相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还没反应过来抱着我的乔依依就突然喜极而泣 还好你还在一切都还在来得及 我这时才注意到乔依依穿着洁白的婚纱 顿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重生了 而且是重生回到了我和乔依依结婚的那一天 看着乔依依如此反常的表现 我立刻明白她应该和我一样重生了 因为上一世的她 弃我如碧依可从来不会对我如此的亲密 上一世我对乔依依一见钟情 可不管我对她有多好 她却从来都不会高看我一眼 直到她怀了一个男人的孩子 而那个男人莫名失踪 我劝她打掉可乔依依却执意要生下来 可乔依依父母离异原生家庭很糟糕 她又穷根本没有能力养孩子 于是乎她提出想要和我结婚 我上一世爱她爱到了骨子里 丝毫不在意她肚子里还怀着别人的孩子 也丝毫不在意她的心里 此刻还装着别的男人 天真的觉得只要我足够努力 终有一天能打动她的心的 在她提出要结婚时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个婚礼都是由我一手操办的 乔依几乎没有花什么心思 就美美地准备做她的漂亮新娘子 而我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一个亿 为她打造了这场梦幻的婚礼 让她一跃之间成为了整个龙城最耀眼的女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大婚之夜刚刚踏进婚房 乔依就砸过来一个枕头 那我我正准备把婚纱换掉 你进来做什么我当时很委屈 我们结婚了 而且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她却瞪着星红眼镜结婚了又怎么样 我又不是卖给你了 你凭什么跑进来偷看我 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告诉你就算我们结婚了 我不想给你看就不给你看 你要是敢看我就报警告你强奸 她目自欲裂的样子我永远记得 自此我在和她也就分房睡了 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同意屋檐下的室友 婚后她拿着我的钱做她的阔太太 却从来都不允许我喊她一声太太或是老婆 在公共场合与我保持距离 哪怕装都不愿意装给别人看 永远都只会疏离又冷漠地看着我 可偏偏上一世的我就跟中了鞋一样 就是无法自拔地爱她 而她也似乎很喜欢很享受 我像是一只舔狗一样默默地跟在她身后 视她为唯一周语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可哪怕我一心意义地对待她 乔依依还是选择离开了我 在孩子生下来后她用着我的钱几番周折 于是毫不犹豫地与我离婚 我也是神经病发作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而且还分给了她我的一半的资产 彻彻底底沦落成了龙城圈内的笑柄 第三章这个舔狗我不当了 后来乔依依再一次被那个男人抛弃了 她再次想起我哭着给我打电话 我又鬼使神差地把她带了回来 给她请最好的心理咨询师 给她我能给她最好的就希望她可以振作起来 可不管我在她身上花了多少心思 只要那个男人回心转意对她稍微示好 她就会屁颠屁颠地回到那个男人身边 无论我如何挽留 她都只会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 我从来都没有逼迫你 你自己自愿的怎么可以强加在我身上 让我对你负责呢 尽管心力交瘁 我依然舔得尽心尽力 想到上一世的种种我突然觉得好累 看着眼前的乔依依时 早已没了上一世仿佛被人暗中 控制非她不可的那种欲望了 剩下的满满都是厌恶 我推开乔依依 她有些震惊地看着我 那是自然的以前 我以前要是被她抱住 怎么可能会推开 恨不得紧紧地回报她 贪婪地享受温存的时刻 霍寻 你怎么了乔依依想伸出手碰我 我厌恶地再次躲开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我连想让她触碰 我都会觉得恶心 她扑了个空 可依然保持着笑意 兴奋地跟我讲是这样的霍寻 我已经决定了 你之前说得很对 我何必在一个不爱我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 还要给她生一个孩子呢 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医院 把孩子打掉 你开不开心 我决定好好跟你过日子了 我皱紧眉头复杂地盯着她 她这是终于看清 上一世的自己是如此愚蠢 终于想起我的好想回心转意了吗 可我半点都高兴不起来 相反的我很想大声地质问她 她凭什么觉得重来一世 我就应该再次和一个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她 会无条件地接纳她 凭什么她可以理所当然地觉得 做过那么多伤害我感情的事情 还能毫不顾忌地和我在一起 好好过日子呢 凭什么 我冷冷到你打不打到这个孩子 都和我没关系 我也知道你跟我结婚 你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做的权宜之计 既然如此也不叫你委屈求全了 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 乔依依忽忽然就紧张了 赶紧抓住我的衣衫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就算了 我甩开她我们离婚吧 我还给你自由与自尊 不行 她大吼一声情绪激动 我们不能离婚 或许你不知道我现在爱的人是你 不一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你了 我保证我会和你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你能不能不要和我离婚 说着说着 她就开始哭了梨花带雨的 如今看到她在哭 除了感到烦躁 我心里再也不会为了她 升起一丝波澜了 我扭过身抽身离开了婚房 甩下一句 明天我会让林秘书来和你谈离婚的细节的 因为害怕被乔依纠缠 我直接开车离开了家 一路来到了公司 好在我经常加班 我在公司有一张折叠床可以睡觉 也算是习惯了 不过时间还早 我没有什么睡意 而一路上乔依依给我发了无数条消息 有质问我的 有祈求我的 我厌烦的直接发了句别再烦我了 然后就麻利的把她给拉黑了 虽然我也很惊奇 为什么这一事 我居然奇迹般的对乔依已经没有半分留恋了 光是想到她我都会忍不反胃 但是我无比的庆幸 重来意识上天给了我一次可以清醒过来的机会 让我这一次可以彻底摆脱这个女人 此时我刷着手机忽然收到了一条信息 祝你新婚快乐啊 我看了一眼备注是杨婉玲 我心底部又生出一丝愧疚感 杨婉玲是我的青梅竹马 我们两家算是世交 从小到大我们的感情都挺不错的 而我也一直知道杨婉玲喜欢我喜欢了很多年 可是自打我上一世喜欢上乔依依后 为了让乔依依有安全感 我便开始有意地冷落杨婉玲 面对她的邀请总是距她于千里之外 杨婉玲是个聪明的人 在被拒绝过后也看出来了 于是我们就很少再有联系了 面对她突然的一声祝福 我有些尴尬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好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思来想去 我打算跳过结婚这个话题 杨婉玲是秒回的 大喜之日的怎么还有空回我的消息啊 我沉默了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打算离婚了 这回而轮到杨婉玲沉默了 过了好久杨婉玲才回了我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震惊和斥责 你在开玩笑吗 你今天才办完结婚 你就想离婚了 还是说你把婚姻当做儿戏吗 我也懒得解释那么多 毕竟不管我怎么解释 似乎都无法站得住脚 兴高采烈取乔依依的是我 如今又准备残忍抛弃的 还是我 我也知道等我和乔依依离婚后 必然会在圈子里又成为一段新的笑料 可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如今和她别说待在同一屋檐下 哪怕是在看到她那张嘴脸 我都会浑身难受 一日我在我的折叠床上睡醒 就瞧见杨婉玲正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见我醒来杨婉玲朝我打了声招呼 都多大的人了还那么任性大婚之夜 怎么可以睡在办公室呢 我苦笑我昨天晚上说的话是认真的 你和乔依依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我怂怂肩 就是突然觉得没什么意思 林秘书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 老板你的太太来了 我猛地从折叠床上起来 一边穿鞋子一边着急地说 别让她进来把她赶出去 可刚说完林秘书带着为难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夫人你不能进去 你一个臭打工的居然还敢拦着我 是乔依依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翠利的巴掌声一并响起 办公室的门被粗暴地打开 就瞧见乔依依就顶着话的精致的妆容眉目冷铃 林秘书站在边上摸着被打得发红的脸 不知所措 乔依依甩了甩手 在瞧见我后 她忽然就变了一张脸猛然红了眼 霍寻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你为什么要走 我都答应和你好好过日子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我被她的发言给震惊到了 合着你愿意和我好好过日子 还是对我的一直施舍呗 我就应该像狗一样对你感恩戴德是吗 我还没说话 乔依依又尖叫了一声 忽然目光就转移到了杨婉林的身上 你怎么在这里 一大清早出现在有妇之夫的办公室里 你做何居心 我知道你喜欢霍寻 但是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没有机会了 别想当小三 杨婉林被突然一骂脸都白了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胡说八道 谁不知道你这个贱女人 一直喜欢我家霍寻 趁着我和霍寻闹别扭 现在跑过来想翘墙角是吧 我告诉你霍寻这一辈子都最爱我 我劝你别来这里找骂 赶紧死出去 眼见乔依一骂的一发不可收拾 我赶忙出言训斥 你特么的有毛病是不是 我跟你说过了 我要和你离婚 你别到这里来胡搅蛮缠了 否则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呢 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重话 乔依一满眼难以置信 指着杨婉林是不是你 给我的霍寻 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个狐狸精 说着她就冲上去要打杨婉林 我一把抓住她大吼一声 别跟我闹事 乔依一目光正愣地望着我 很快眼里蓄满了委屈的泪水 你居然敢凶我 她似乎还以为我是她那只 随叫随到随用随泡的舔狗呢 我懒得多看她一眼 对着林秘书到林秘书 打电话报警 这件事让警察来处理吧 乔依一如梦初醒 连难过都忘记了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第六章 这个舔狗我不当了 她哭归她哭林秘书 还是兴冲冲地打了报警电话 以前我因为喜欢乔依一 总是给她各种的权限 不仅可以自由出入公司的各个部门 她也喜欢拿着我的鸡毛当令件 对着工作人员以止气势 尤其是我身边的林秘书 经常被乔依一各种冷眼 要不是顾及我 恐怕她早就受不了乔依一了吧 在打电话时 声音里都是控制不住的颤抖和激动 乔依一见来真的赶忙 上前去夺林秘书的手机 可林秘书无论是身高 还是体重都碾压乔依一 乔依一只能对着她拳打脚踢 又不忘转头求我 你快让她住手啊 我假装没有看见 撇开了眼镜 很快警察就到了 大庭广众之下带走了乔依一 乔依一一直都很自诩清高 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一直低着头不敢再吱声 而公司的员工在瞧见这一幕 一边在惊讶 昨天才办了世纪婚礼 今天怎么突然好被抓起来了 但是一边又都在幸灾乐祸 我看向杨婉玲满脸歉意 抱歉啊 让你看笑话了 我也得去警察局一趟 杨婉玲摆摆手 没关系的 你和乔依一 这件事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需不要我帮忙 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和林秘书一起去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警察了解完后情况 但是因为乔依一现在还是我的妻子 她来我公司闹事 算是家庭纠纷 警察不太方便插手 乔依一听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可林秘书反手却拿出三段监控录像 一段是乔依一在办公室门口 气眼十足地扇了她一巴掌 一段是乔依一进屋后 口不择言地对杨婉玲的谩骂 还有一段是林秘书在报警时 乔依一对她的拳打脚踢 而在这三段监控里 林秘书从未还手 全程是被动挨打 完全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乔依一看完监控录像后 整个人的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扭曲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林秘书 那凶神恶煞的眼神就仿佛在说 你给我等着乔 林秘书丝毫不为所动 甚至开始有模有样地 跟警察阐述自己的委屈 由于监控摆在眼前 有了物证 还有我这个人证 无论如何 乔依一都百口莫辩 除了道歉以外 乔依一咬着牙别扭地给林秘书道了个歉 可明显是不服气的 毕竟上一世 他连我都没有放过眼里 怎么可能看得起我身边的林秘书呢 在他看来 林秘书是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的存在 要他跟林秘书道歉 他自然觉得是羞耻的 随即 他就给林秘书当场转了五千块 林秘书这才勉为其难地 砸把砸把嘴 接受了 这件事才算是勉强告一段落 我离开警察局 和林秘书来到了我靠庭的豪车边 林秘书帮我打开车门 我刚准备进去 乔依一就飞快地追了上来 完全已经忘记了 他现在肚子里还怀着 上一世他爱惨的那个男人的孩子 我厌恶地赶紧进了车内 没等乔依一靠近 就麻利地关上了车门 乔依一想来打开 或许 让我进去啊 见我看都不看他 他就去驾驶座窗口 找林秘书的麻烦 他砸着车窗叫嚣 赶忙把车门给我打开 林秘书偷偷瞥了我一眼 因为我从前给人的印象 就是把乔依一宠得无法无天 尽管刚刚在吃了乔依一的扁 但是林秘书还是心有余悸 担心我现在的冷酷 只不过是我们配的一环 林秘书朝我投来了求救的目光 不必理他 林秘书得到了的准确回答 一下子腰板就硬了起来 按下车窗 晦气地朝乔依一翻了的白眼 赶快滚开 要坐车自己去打去 乔依一看了看林秘书 就流了出来哭着向我抱怨 或许你看看你的秘书 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赶紧把它开除了 我觉得过躁开车 好嘞 林秘书再一次扬眉吐气 在乔依一气得清绿的那张脸色前 关好车窗 开着车子扬长而去 独留乔依一一个人在原地 气得干跺脚 回到公司后 我就找来了律师 帮我拟好了一份离婚协议 我在看过协议里的内容后 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让林秘书帮我把协议交给乔依一 让他签好 林秘书有些为难 完事给你发个红包 老板保证完成任务 尽管如此 在林秘书离开后的一个小时 我就接到了林秘书打来的电话 他垂头丧气地告诉我 老板 那家伙死活就是不签 还把我赶了出来 其实我是猜到了这个结果的 乔依一不会轻易离婚的 我只不过是想让他看出我的决心罢了 让他清楚地认识到 我是真的想和他撇清关系了 我把乔依一从黑铃铛里放了出来 不一会儿 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我顺势接了起来 耳畔立刻想起他的哭天抢地 或许 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我那么爱你 我都答应你把孩子去打掉啊 我都答应你跟你好好过日子了 你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啊 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 对我们谁都好 我冷冷开口回对 还有你能不能不要哭了 你的哭声真的好吵啊 乔依一被噎住了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对我的 你到底怎么了呀 乔依一抽噎着 一定是杨婉玲那个狐狸精 我就知道他不会放弃你的 不过或许你放心好了 你就安心跟我过日子吧 以后我绝对好心待你 一定不会去找陈寒碎了 陈寒碎就是上一世 乔依一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男人 那个男的是一个赌徒 但是手气又很差 却又自大地坐着 可以靠赌博翻身的白日梦 上一世 乔依一拿着我的钱 去给陈寒碎补窟窿 可这个陈寒碎是个无底洞 我每个月给乔依一百万的零花钱 或许是陈寒碎知道 有乔依一这个后盾 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导致后面欠的钱也越欠越多 后来我和乔依一离婚后 他分走了我的一半资产 拿着我的一半资产 全部给了陈寒碎 还完了所有的欠款 乔依一本来是想让陈寒碎做个生意的 可是陈寒碎除了赌博一无是处 无论做什么生意 最后都赔得死死的 陈寒碎再次走上老路 继续赌博 可是这一次 乔依一和我离婚后 他就没有了可以填补陈寒碎欠款的冤大头了 还不上钱 陈寒碎被债主追得极眼了 选择绑架乔依一来威胁我 我便上了当 而陈寒碎又害怕我事后报复 于是将我和乔依一一起弄死 再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我恨得牙痒痒 跟乔依一下达了最后的通牒 我不管你怎么想 反正这个婚 我是离定了 如果你懂点事早点离婚 我可以考虑分给了500万 作为你以后生活的本金 这已经是我对他最大的温柔了 不过他自然不会同意的 毕竟上一世 他一个月的零花钱就是100万 他怎么可能接受区区的500万呢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乔依一尖叫着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 我都已经说最爱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 斤斤计较 同样是一起经历过上一世 他居然会觉得 他对我做的事情 只是我在斤斤计较 乔依一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如今我想收回来了 你还不同意了 是觉得少了个冤大头 不是滋味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假定我呢 我才没有呢 我是真的已经回心转意 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了 懒得他废话 我挂了电话 再次把他拉进黑名单 转头我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喂 是我 你帮我查一查 一个叫陈寒遂的行踪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现在的陈寒遂 被债主追得东躲西藏 根本不敢露面 是上一世乔依一可是花了不少精力 才把他找出来 承诺帮他付清欠款 他才敢重建天日的 这一世 没了乔依一的帮助 陈寒遂估计躲在那个阴沟里呢 不过这一世 我会把你找出来 很快陈寒遂的地址 就被我找的人给扒了出来 我让林秘书找人 把陈寒遂的地址 透露了出去 追债的人很快就在一天夜里 蹲到了回家的陈寒遂 几个追债人围在陈寒遂边上 把他被打得屎尿皮乱窜 陈寒遂在被打得半死的时候 追债人扬言要把他的手指剁掉 陈寒遂哭着祈求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马上就把钱给凑出来了 你有个屁的钱 老子今天晚上就把你手指头给剁了 追债人叼着根烟 不懈地看着他 陈寒遂着急道 我找 我找朋友 我有一个很爱很爱我的前女友 叫乔依依 她一定会借给我的 你们再宽限我一段时间 求求你们 乔依依 追债人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你说的是那个和霍氏董事长结婚的 那个乔依依吗 陈寒遂脸色变了变 霍氏董事长结婚 不过很快她就反应过来了 对 就是她 你看她和霍氏董事长结婚了 我一定有钱还给你们的 你们就放心好了 追债人这才放过了她 不过你别想着跑 要是让我们知道你跑了 下次我们一定会把你的腿给剁掉 陈寒遂如是重负地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心里却控制不住地激动起来了 乔依依居然成了或是董事长的妻子 那岂不是说 她真的可以翻身了 然而 陈寒遂不会知道 这个消息 是我故意让追债人透露给她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去找乔依依 上一世 乔依依在和我结婚后 也花费了一段时间才找到了陈寒遂 这个天天被债主追的东躲西藏的样子 她怎么可能会不来找乔依依救命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上一世她光顾着逃命 根本就不知道乔依依已经和我结婚 如果她知道的话 她自己就会主动找来的 因为刀口已经逼近她的脖梗 迫在眉睫了 这一世 乔依依不主动找她 那我就把消息亲自送到你的手上 我就是要看你们互相纠缠折磨 第十一章 这个舔狗我不当了 自打和乔依依摊牌要离婚以后 我就没有再回一次别墅了 而我每天都让林秘书去给乔依依送离婚协议 尽管乔依依每次都把林秘书打出去 依然和我僵持着 始终不答应离婚 我为了逼她就范 给别墅里的佣人们和管家都带薪放假了 乔依依不得不自己去做饭打扫卫生 但是她也就干了几天 就懒了下来 每天点外卖 这是我从别墅监控里看到的 我倒要看看她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而在一个星期后 陈寒碎就找上了门 乔依依见到她 第一反应是要和她划清界限 可毕竟是上一世 把乔依依迷得神魂颠倒的男人 陈寒碎三言两语 就把乔依依哄到五迷三道 不到五分钟 乔依依就把陈寒碎拎进了家门 一进去 陈寒碎就找乔依依借钱 可是这一世 我一毛钱也没有砸在乔依依身上 她哪里有钱给陈寒碎呢 乔依依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收银员 每个月工资只有四五千的样子 几乎是没有多余的收入的 在我和结婚前 她就毅然决然地辞职了 靠我养着的 至于现在她手里的钱 全都她之前工资的积蓄 零零碎碎可能也就那么两三万 陈寒碎一听没钱 瞬间就立刻板着一张脸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到网上去揭发你 未婚先孕 给你老公打绿帽子 你老公现在想跟你离婚 要是因为这件事在网上掀起轩人大波 你老公完全可以戒时离婚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乔依依瞪了她一眼 你特么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反正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陈寒碎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 因为上一世 被陈寒碎亲手杀死 乔依依自然知道 陈寒碎是光脚不怕穿鞋的 肯定会做出这种事的 为了可以稳住这尊大佛 乔依依只能把手上的结婚戒指给了他们 就这一次 你以后就不许再来了 陈寒碎拿到钻戒后 美滋滋的满口答应 但是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无底洞啊 只要满足了她一次 她就会跟个狗皮膏药一样粘上来 乔依依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个道理的呢 因此 每隔几天 陈寒碎就会找乔依依来拿钱 乔依依虽然不愿意 但是每次还是给了 从婚礼五金到以前我给她买的各种名牌 全都拿去给陈寒碎补窟窿了 可陈寒碎越来越过分 大抵是已经看出来我从不回家 于是乎光明正大的住进了我的别墅里 每天像个二大爷一样的命令乔依依依依她 就靠着乔依依肚子里的孩子威胁她 至于乔依依呢 原本打算要打孩子的 可是我不给她钱 她自己的钱又只有那么点 还得雇着吃饭 根本没有余钱去打胎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突然有一天 乔依依发现停电停水了 之前这种事情都是交给管家做的 而管家已经休假去了 乔依依只能自己解决 可她一听费用 直接吓得差点昏死过去 一直被我照顾的养尊处优的乔依依 终于是受不了这种委屈了 等到下一次林秘书来送离婚协议 这一次乔依依终于没有把林秘书打出去了 第十二章 这个舔狗我不当了 老板 乔依依同意离婚了 但是要求你近身出户 近身出户 我差点没把嘴里的咖啡给吐出来 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原本以为她可能会提出想要一半资产 毕竟上一世就是这个配置 但是没想到她是人心不足舌吞相 居然还想要我近身出户 你告诉她 她妄想 把离婚协议拿回来吧 我得修改一下上面的内容了 原本我还想给她五百万呢 现在看看 这个恶心的家伙连一毛钱都不配拥有 我找来了律师重新拟了一份新的离婚协议 这次我打算亲自叫乔依依过来 面对面的详谈 乔依依依不知道几天没洗头了 头很油 只能拿着一个帽子戴着 但是露出来的毛发依然能看出油腻感 乔依依开门见山 怎么你是同意近身出户了吗 你再开玩笑吧 我冷笑 那就别离婚 如果你不近身出户把财产都给我的话 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 你不如和我好好过日子 和从前一样 我没有说话 只是把新的离婚协议推到了她的面前 看看吧 乔依依依依的挑了挑眉 打开离婚协议看了起来 不一会儿 她爆出雷鸣般的呼啸 呵呵 你倒是厉害 居然想让我近身出户 怎么 你是想空手套白狼吗 我空手套白狼 我忍君不惊 从头到尾 我花在你身上多少钱 你不会不清楚吧 到底是谁想空手套白狼啊 乔依依依一时答不上来 憋得面红耳赤 半赏道 那我也在你身上付出了青春 女孩子的青春可是最重要的 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要么你近身出户 要么你就给我钱 给我继续过日子 你同不同意无所谓的 反正我是离定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乔依依反应过来了 突然她吃笑一声 呵呵 确实你是有钱人 我确实可能在这方面比不过你 但是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 我随便到网上揭露你的真面目 就能让你身败名裂 反正我一无所有 我什么都不怕 随便你 你等着 乔依依怒目远征地离开了 下午 热搜话题就爆了 或是董事长使乱中气 或是董事长出轨 灰姑娘嫁入豪门的背后真相 靠着霍氏夫人这个身份 乔依依的账号有不少的粉丝量 在离开后 她就编辑好了一条视频 向所有人公布我的罪行 与其说是我的罪行 不如说是赤裸裸的污蔑 在视频里 她声泪俱下 说我在婚前强奸她 导致她怀孕 并且拿出了她确诊怀孕的报告 还在视频里提到 我出轨杨婉玲 拿出了我以前和杨婉玲的照片 各种杨婉玲喜欢我的证据 在视频对杨婉玲进行语言侮辱和攻击 还说 她被我囚禁在断水断电的豪宅里 如今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却还要被威胁近身出户 打掉孩子 大多数的网友是不管真真假假的 在面对如此一个巨大的豪门大挂 都纷纷乐意吃上一口 但是因为是乔依依本人亲自发出来的 而且不久前的世纪婚礼 实在是太过于惊艳 导致这场灰姑娘嫁入豪门的故事 广为人知 所有人都会怀疑 为什么我会去乔依依依 一大批网友 还冲进了杨婉玲的评论区 质问她为什么要插足别人的感情 乔依依也顺势冲了过去 质问杨婉玲 而杨婉玲因为不怎么玩这个东西 她一直没有回应过 也因为她迟迟没有回应 仿佛更加坐实了她勾引我的事实 很快在乔依依声嘶力竭的带领下 网友瞬间就是一边倒了 以各种打败邪恶势力 普通人也要战胜资本为标题 在网络上对我进行前所未有的声讨 林秘书第一时间发现后 就破口大骂 我只是云淡风轻地递交给她一份资料 去吧 让那群没脑子的网友好好看看 林秘书在晚上把资料发到了网上 进行澄清处理 至于为什么是晚上 毕竟我打算让事情先发酵一段时间 等差不多该吃的瓜 该早的窑都完整了 再来个今天大逆转 才叫有意思嘛 况且晚上 大家都下班了 正好闲来无事吃吃瓜 资料很简单 我澄清了何阳婉玲的关系 我并不希望她卷进我们这段关系里面 并且要求网友不要去打扰无辜的人 以及 所谓的我强奸乔依导致她怀孕 我清楚地找出了当初乔依哭着问我 她怀孕了该怎么办的聊天记录 以及电话录音 为什么会录音 也是因为以前我爱她爱得无法自拔 加上她从来不会给我打电话 也因此她每次给我打电话 我都会录音 在无聊的时候听她的声音悔念 没想到这个变态的习惯 居然派上了用场 还有我囚禁她 我直接放出了 她在别墅那点外卖的监控录像 以及她随随便便 让陈寒岁这个前男友住在别墅的录像 以及一段 她和陈寒岁再一次喝完酒 又滚到了一张床上的视频 澄清一惊发出 风向瞬间逆转 不久前还在网络上跳的贼欢兔的乔依依 瞬间没了声音 之前的发声视频删了 以及账号也注销了 不过她只是在网络上装死 跑到我这里来大吵大闹 或许你居然敢监视我 你不得好死 我要报警让你身败名裂 我哭笑不得 我看我自己家的监控还有错了 你等着收到法律传票吧 婚事离定了的 第十五章 这个舔狗我不当了 再次见到乔依依是在法庭上 她遭受了一段时间的网报 显然气色很差 我听说有不少人人肉她 特意往她的外卖里 放死老鼠 死蟑螂和放白色花圈 只要她出门 就有人往她身上泼垃圾和干水 法庭上 我完全处于优势的一方 乔依依没钱请律师 在我的金牌律师的巧舍如簧下 列出来一系列她婚内出轨 造谣 夫妻关系不和睦等各项证据 而她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 自此 这个婚算是离定了的 可再次面对我提出的禁身出户 乔依依强烈地反对 而法律确实也没有明确规定 出轨可以要求对方禁身出户 不过 我反手拿出了新的证据 本来她老实点答应下来 我是不想放这个证据的 想给她至少以后养孩子留点积蓄 但是她自己不要 那就别怪我不给她脸了 我拿出了她私自瞒着我将住的套别术 卖给别人的证据 在分割财产时私自转移 隐匿财产的的 法院可以依法不分或者少分财 乔依依不懂法 她只是嘴硬 那房子是我们的婚内财产 我就算是卖掉又怎么样了 反正是我的东西 在公正的判决下 乔依依洗提禁身出户大礼包 在离开法院 乔依依追上来把我拦下 非要做得那么绝吗 绝吗 我反问 她明显是急眼了 要不就按照你之前说的 你给我五百万 我马上就走 你也配 我白了她一眼 转身上了车 任凭她在车后如何的撕心裂肺 后来我得知乔依依的消息时 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拖到打不掉了 为了养孩子 她和陈寒岁结婚了 但是陈寒岁只知道赌博 完全不顾家 没有了上一世乔依依一个月一百万的金账 陈寒岁赌的金额不大 但是依然可以拖死他们这个家 为了养家糊口 乔依依每天打三份工 这是林立叔之前去一家店吃饭看到的 在办公室和其他同事说起来这件事时 她笑得前阳马翻 我特意去那家店吃了一次饭 果然碰到了乔依依 她已经没有以前的光鲜亮丽了 脸上满是岁月魔构的痕迹 如果不知道的 谁会以为她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不过一年的时间仿佛老了十多岁 也不知道是不是社会教会她做人了 她再次看到我 居然没有对我一直起始了 而是毕恭毕敬地给我服侍 全程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我只觉得可笑 第十七章这个舔狗我不当了 我最后一次遇见乔依依依 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我正坐在豪车上等待红绿灯 一转眼就看到了乔依依抱着一个小孩 微微懦懦地走在拉里邋遢的陈寒碎的身后 陈寒碎嘴里骂骂咧咧的 当初我要是知道你被近身出户了 我才不会娶你呢 本来还以为你能带点出来的 结果一毛都没有 乔依依沉默不语 而怀中的孩子开始哇哇地乱叫起来 似乎是被吓着了 此时我注意到 陈寒碎似乎是少了两个小拇指 哼 堵吧 继续堵吧 或许下一次就会真的像之前追债人说的那样 摘掉一条腿了 妈的 再哭老子就把你弄死 陈寒碎烦躁地扇了小孩一巴掌 然而他又接起电话 脸上的表情变得谄媚 你们放心好了 欠的钱我一定马上还上 再宽限我几天 电话挂完 他踹了乔依一脚 做完饭就赶紧滚去上班 都在催了 此时绿灯亮了 豪车启动了 如今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与其让他们在一瞬间痛苦地死去 不如就让他们如此艰难漫长地活在永远不会翻身的沼泽里 永远如烂泥一样发烂发臭 不会有任何的希望 痛苦又绝望地活着 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一定会自取灭亡的 那个下场一定会格外的凄惨 不过我不想知道了 毕竟他们的事情 我不再想让其脏了我的世界了 在分割财产时私自转移 隐匿财产的的 法院可以依法不分或者少分财 至于我 我会奔向更好的明天 喂 杨婉玲甜甜的声音传来 亲爱的你到了吗 我爸妈已经来了 我已经在路上了 后来 我和杨婉玲结婚了 是一场更加盛大的世纪婚礼 整个龙城有头有脸的人都参加 全文完 是一场更加盛子